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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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陆我们交易时间的微信公众号 关注交易资讯 参与直播互动 发表留言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您喜欢的主持人和嘉宾来进行投票 今天下午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指数胶灼成交低迷牛皮事该如何应对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那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肖 一位是广东潮经投资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刘月 欢迎两位参与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 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 依然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大肖怎么看 我觉得市场即将往上突破 俗话说酒盘必跌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是酒盘必涨 为什么这样一个道理呢 首先美联储的减息 这个是一个大的背景 在这个背景底下15家央行已经跟进了 那么中国的央行 它的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就拉大了 另外一个我觉得市场已经在这里横盘了 一个半月已经是各个均线已经高度聚集了 这个时候非常有可能会形成金差往上突破 还有一个是估值水平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 如果是以议会满主席的9倍上证50 上证指数13 故身312 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在全球股市里面 它都是最低的 还有一点是整个的 我们看到我的预测是先债券起来 在股票起来 先在香港起来 在A股起来 是这么一个顺序 那么前两个已经往上走了 那么债券已经连续往上走了 超过一个两个月以来的新高了 所以A股在一系列的政策的推动之下 包括工具箱的问题 包括护轮通的问题 护轮通正式开通了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消息 还有再过几天 富时罗素开始纳入A股 那所以大肖老师 一贯的一个积极乐观的态度 觉得是9盘必涨了 但是昨天我们有很多网友 在讨论9盘必跌的问题 你会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的观点也是认为 求整接近尾声了 然后应该是把握下跌行情 带来的投资机会 第一个呢我们是确定这中九旁 目前是还没有站稳 但是有一个板块大家应该关注 就是建商板块 它已经起稳并且出现的那向上的那个信号 一旦这个板块起稳向上的话呢 其实行情就差不多了 另外的话就是货币政策 是真的下半年我们是看的偏松的那个期设 还有呢就是中国的经济的回暖 整个机构基本上目前是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股市一般会先经济的回暖 回先后表现 然后第三也是目前呢 看到六月份 北上资金也是持续了流入 那么北上资金其实持续流入的话呢 那也说明我们的A股的估值已经是合理了 所以两位的观点都是比较一致的 对于未来的A股走势是比较乐观和积极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吉林长春长生公司的疫苗造假事件 自从问题疫苗案件发生之后 追责就一直在持续 那昨天晚间案件有了最新的进展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月17日晚间 新ST长生发布公告称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受到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根据相关规定 该法院裁定准与强制执行吉林省食药监局 对长春长生罚没91亿元的行政处罚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 表明上是就是管理层 对于上任公司监管的力度是在加强的 而且对于上任公司违法的一个事件 是零容忍的 对于上任公司本身来说的话呢 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因为这91亿的罚款 基本上未来上任公司的经营 甚至于说未来的生存 可能都面临着影响 早在2018年7月15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动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 存在记录造假等 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 这是长生生物自2017年10月 被发现百白泼疫苗 效价不合格后 再次被爆出疫苗质量问题 11月16日 深交所宣布 根据相关规定 长生生物可能触及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 并启动对长生生物 重大违法退市机制 2018年12月 证监会决定对高俊芳等人 采取终身市场进入措施 2019年3月13日 深交所公告称 长生生物应触及 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实施办法第二条 第五条规定的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订 14.1.1条 14.1.6条的规定 以及深交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深交所决定自3月15日起 暂停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 由此长生生物成为A股首例 因重大违法面临被退市的股票 疫苗事件爆发后 长生生物一度遭遇连续32个跌停 创下当时A股市场 各股连续跌停最长记录 目前长生生物市值 从近240亿元跌到14.7亿元 股价也从去年的24.55元每股 跌到目前的1.5亿元每股 从这个深交所的一个要求来看的话 长生的话基本上是退市是板上钉钉了 基本上是确定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 也要对于类似的事件 也要充分地认识到 它的严重性和警示的作用 注意未来有一些类似的上市公司 它曾经有过一些违法的事情的话 一定要给予规避 来看半年报的消息 截至6月16号 湖深两市共有436家A股公司 发布了2019年上半年业绩预告 从统计来看 共有185家公司预计占比达了 达到了42.43% 我们来看报道 从总体情况看 436家已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公司中 预增102家 纽亏34家 略增44家 续盈5家 略减19家 首亏49家 续亏67家 预减54家 另有62家公司业绩不确定 在披露具体预告数据的 约150家预计公司中 有120家预计净利润最大同比增幅在50%以上 占比高达80% 其中80家公司预计同比增幅超过100% 体现出了预计公司的高增长成色 就目前的披露情况 按身外行业划分来看 食品饮料 建材 建筑装饰 电子 电器设备 化工等板块上半年业绩增势喜人 是构筑A股公司上半年整体增长的主力 仅统计已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 上述行业内预计公司数量 占比均超过50% 与往年情况类似 主营业务发力 重组并表 非经常性损益 以及行业趋暖等因素 是这些公司净利润大幅预增的主要原因 今天的热点行业追踪 我们来关注家电行业 这几年 618成了继双十一之后 又一个购物狂欢的代名词 以京东 天猫 苏宁 国美等平台开启的 618年中大猪成为了上半年 最大的一次家电促销活动 那在这次活动中 各大家电平台的优惠力度怎么样 和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变化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进入六月 各大家电卖场开启了上半年最大的一次促销活动 618 在广东的家电卖场 记者看到各种新品预售 满千繁百等标语 特别是空调展区 几乎所有的家电品牌 都参与了618年中大猪 宋玲玲是一家家电零售企业的区域负责人 她告诉记者 在家电品类里面 空调成为了今年618竞争最为激烈的产品 应该说几大品牌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尤其是在格力 美地 海尔 海信 一匹到1.5匹的挂机 那这个价格呢 大概的让利幅度呢 应该是在30%以上 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增加10%以上的让利 有的甚至高达50%的让利幅度 今年的618年中大猪活动 家电销售平台 还通过更多方式来吸引消费者 深圳一家家电零售企业的负责人 范怀伟告诉记者 相比以往 今年的618 他们不仅仅在产品上给出优惠 还加大了不同市场的服务力度 原来的这个618啊 基本上是一二线城市在玩 今年的整个618期间呢 我们苏宁的双线 那延伸到了三到六级市场 我们也把我们的一二级市场 所匹配的物流和服务 也带到了三六级市场 那我们现在对三到六级市场 那做到了48小时的 这种服务 也就是说下单 在48小时之内 我做到这个安装和配送 以及这个服务完毕 近几年 随着苏宁 国美等 加快家电下乡的步伐 家电市场的潜力 进一步被激发 在今年的618年终大促期间 各大电商平台纷纷给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 京东派发了数亿元的底线红包 天猫今年618年终大促的活动力度 将直接与双十一拉起 天猫规定参加这次天猫618活动的商品 价格必须是活动前30天后15天的最低价 叠加上这些优惠之后 消费者就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买到自己喜欢的商品 比如说 平时价格在几千元的空调 这次天猫618最低只要999元就能入手 平时价格几千元的双开门电冰箱 这次只要499元就能买到 值得注意的是 在今年618年终大促活动中 各大空调品牌商优惠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 合资空调品牌也全面加入促销 各大电商平台空调销售量排名不断被刷新 截至6月18日10点 苏年易购618空调挂机排行榜显示 美帝 格力 奥克斯 分别占据了挂机空调品牌销售额榜单的前三位 同步更新的京东618家电排行榜显示 美帝 格力 奥克斯 分别占据了空调品牌销售额榜单的前三位 而美帝 海尔 格力 奥克斯 小米 则占据了全品类品牌销售额榜单的前五位 根据产业在线统计的数据 截至今年5月底 空调行业渠道库存近5000万台 刷新历史新高 今年我们的整个产品的销售 会受到一定的压力和阻力 那么平台也有这种压力 品牌方也有这种压力 所以大家会在618 这一个年中的这么一个机会点上的时候 一起去释放出来 今年有可能是最为惨烈和最为激烈的一次 然后也是对于消费者来讲 优惠幅度最大的一次 对于家电企业和商家来说 今年春天的家电市场让他们倍感压力 因为并没有嗅到春的气息 随着618的开启 京东 天猫 苏宁 国美等 纷纷加大了家电促销力度 进行上半年最后一次冲刺 希望收获一个不错的销售业绩表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家电品牌商们也没闲着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在今年618期间 这些家电品牌商们都在忙些什么 为了能在家电市场上站稳脚跟 在刚刚过去的5月 小米对组织结构进行了一次大调整 成立了大家电事业部 618期间 小米还发布了一系列新的家电产品 目前他们的家电产品 涵盖了大家电 小家电 生活电器等多个领域 这次618呢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新品 无论是这个洗衣机 还是我们的这个烟灶套装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我们也尝试地进入这个传统的家电 特别是大家电这个领域 做产品有三个原则 首先呢 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产品都是精品 然后功能上呢 我们也希望把很多高端的功能 也带给大家 另外呢 我们小米做产品呢 我们还希望尽量多地带给大家 智能化 618期间 各大家电企业也纷纷推出新的产品 家电企业的电商部门 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汪盛文在国内一家家电企业 担任电商技术主管 他告诉记者 618活动期间 因为要面对各种新的技术问题 他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同红的时候吧 然后刚好 继续到系统升级 搞出我们的速决系统就出了一个问题吧 从早上 从正常上班 到第二天 又是正常上班的 晚上的凌晨 好像超过四十二小时 您看到就是 我们这边有很多做事空着的 实际上是我们的那个业务的同学 他们已经到 各个电商平台的一线去了 差不多我们这边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同学都 已经就是过去了 大概这个在六月初 然后一直到618结束 他们才能够回来 为了应对618年终大促 家电企业生产线更是开足了马力 据广东一家电视机制造企业的运营负责人 邓祖勤介绍 为了应对618 他们早早就将电视产品送到了各大电商平台的仓库 尽管这样 618活动期间产品的销售还是超出了预期 他们的生产线不得不加班加点来赶货 大家看我们的工人在紧张地生产的这一款产品 就是我们618期间线下主销的一款产品 卖得非常火 所以现在在大范围的补货 那我们线上线下的优惠力度 基本上不同的型号 可能可以达到10到20个点的整个的优惠力度 所以我们整个销售是非常火爆的 那我们线下也一直在补货 基本上是属于不供卖的状态 整个库存周转非常好 过去线上销售占比较低的时候 全年的家电促销都集中在51和11两个假期 而最近几年 我们看到随着线上占比的提升 各大家电品牌在618前十几天就使出了浑身解数 通过各类促销方式进行多番激烈的竞争比拼 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目前我国电商渠道在整体家电市场上的占比情况 卢宇聪负责运营的广东一家家电企业 在今年618也推出了一系列新品 希望能取得不错的业绩 这家企业六年前才开始接触电商渠道 没想到的是电商渠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出了预期 任何可以解决用过痛点的产品都可以卖得比较好 今年零能水产品是比较受欢迎的 电商的销售比例已经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 现在大概占我们国内销售的四分之一 实现了连续6年6倍的增长 其中就是每年有50%的一个负荷增长 这几年 电商渠道在家电企业中的位置变得越来越重要 广东一家锄电企业的销售负责人蔡小军告诉记者 虽然锄电行业的增速在减缓 但是锄电行业的市场容量并没有减少 他们今年有意识加大了电商渠道活动的力度 电商占整个销售的比例是在逐步的放大 从原来的10%到去年的30% 针对这次618的整个活动 拿出了比较大的资源来去支持前端的销售 百万级的赠品 千万级的浪力 然后目标希望实现五一级的销售 然后同比能实现40%的一个增长 许多传统家电企业不仅加大了电商渠道的投入 还将线下电纳入到了618年终大促的活动中来 努尔鼓励所在的企业就是其中的代表 我们的专门店和我们的欧托店来去全部来去进行让利 所以的话我们这次618的这些活动范围是最大 一次促销活动 活动8天之内我们投入1.2个亿人民币的让利 让到我们的消费者 同时我们利用计算所有的力量来去保证质量的情况之下 加快生产货源 保证消费者有一个高质量的货品 618期间 京东 天猫 苏宁 国美等家电销售平台 推出了不同力度的促销活动 形成了继双11号的第二个全球狂欢购物节 截至6月18日上午10点 从京东新兴品类销售额排行榜来看 小米和科沃斯作为目前扫地机器人市场上的绝对明星品牌 在竞争上形成了胶着的局面 直到目前还无法断定谁才是最后赢家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小品牌也希望借助618来取得业绩突破 刘正华是深圳一家投影设备企业的负责人 今年春节一过 他和同事们就开始为这次618促销活动而忙碌 618之前基本上是销售的淡季 通过618电商节的大厨的开启 然后进入到下半年是数码产品的一个旺季 我们也是准备了所有的产品 全系列的产品来应对618 目的也是在下半年想取得一个 在旺季之前取得一个好的开端 争取能够在下半年整个的销售收入能够比上半年能够翻两番 受益于电商的快速发展 我国家电网购占家电市场的比重越来越大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2018家电网购分析报告数据显示 2018年我国家电网购市场增长平稳 B2C家电网购市场含移动端规模达到5765亿元 同比增长17.5% 占整体家电市场的35.5% 其中四大传统大家电2018年零售规模为2085亿元 平板电视586亿元 空调829亿元 冰箱360亿元 洗衣机310亿元 同比增长19.42% 传统小家电1060亿元 同比增长39.47% 家电企业线上占比的提升 促销活动的越来越频繁 以及家电终端消费需求的多样化 这些都使得家电市场的竞争格外激烈 那么在资本市场上 家电板块今年上半年的表现怎么样 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投资机会呢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截至6月17日收盘 中信分类家电指数今年上涨33.24% 而同期上证宗值仅上涨15.79% 家电板块涨幅超40%的有滑体科技 海性家电 创围数字 天际股份 巨龙科技 兆池股份 格力电器 小天鹅A 美帝集团 家电板块今年整体走了一个 大一季度上涨 二季度走平的一个走势 但是从西分行业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空调行业 还是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 关注度相对较高 因为整体从一季度开始 空调行业进行的促销力度 应该比往常更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龙头公司的整个市占率持续 还是在走高的一个状态 万能数据显示 2019年第一季度 家电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67% 扣非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由负转正达到11.86% 高于营收增幅 家电行业整体经营状况好转 业内人士表示 未来家电板块中龙头公司的业绩 将会进一步提升 从一季度来看 由于整个市场上 尤其渠道方向的促销力度 比往年要大 因此还是有一定的 刺激了需求的一个释放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一个非常规性的刺激 还是会带来一定的市场竞争 但是我们觉得 从这个环节以后 整个龙头公司的市占率 还会持续的提升 竞争力还会逐渐的加强 业内人士还认为 目前家电板块估值偏低 家电板块盈利预期仍在底部 后续年内需求将逐继改善 成本红利 汇率及减税 带来利润潜在弹性 基本面存在一定预期差 受地产回暖趋势延续 各子板块表现将出现分化 618加上双11整个会刺激 进一步刺激整个小家电 然后这个需求的一个增长 因为现在小家电的整个模式 已经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像社交电商的突起 带来了很多小家电可选消费品 尤其是低单价的可选消费品的 一个爆发式增长 这个是我们认为 在未来一段时间 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 我们认为今年家电板块的一个机会 在于地产后周期复苏后 整个家电板块对于它的估值 是否有一个正向的影响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有请英大正确研究所所长 李大肖和广东潮金投资基金公司 投资总监刘悦 和我们来解读盘面 以及网友的一些疑问 刚才两位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 对于后世乐观的一个判断 我们有很多网友在问 那你们到底看好哪些板块 比如像今天我们看到像农业 尤其是猪肉概念股 又是再度活跃了 到底后世哪些板块会有持续性呢 我觉得银行 非银行金融 地产基建和消费 这五个是未来的龙头蓝筹股是有机会的 282点我把它命名为少年底二 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是有非常坚强的防守 从282开始 我觉得新一轮行情就展开了 注意的是要注意小心差 皮财和未成长这五类股票 我们有网友同意您的观点啊 特别是说到了现在这个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低迷的情况下 大家觉得没有业绩和支撑面的高估值的股票是绝对不要再去碰的哈 柳燕你的观点 我也是一样不主张去买那些没有基本面的股票 然后我是看好竞商板块 因为科算板就要到来的情况之下呢 竞商板块我是看好的 全商 嗯 还有吗 基建方面的话呢 包括货币的那个宽松七四 其实我也看好支援有色里面的铃跟那个铜 嗯 但今天有色是下跌的一个 嗯 如果我说是中长线那短线的话呢 那支援一下这很包括这一三短线也是起起伏伏的 嗯 但是中长线的话呢 那三季度这些板块我是看好的 嗯 三季度您看好哈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指数胶着成交低迷 牛皮市该如何应对 依然还是有一些网友觉得这个市场不是那么乐观 也有网友觉得这个牛皮市之后就应该是牛市了啊 就要涨了 就要涨了这么坚定 嗯 但是大家说五穷六决七翻身 六月份的行情是不是已经没有可预判了 我觉得五穷六决这个是不太不太每一年都出现了 去年是五穷六决 我觉得六应该翻身 今年六要翻身了 牛院 我觉得跌呢是很难破年线的 但是呢如果近三板块还没有发动 行情没有发动的话呢 目前短期涨呢也很难破三千 那呢如果跌呢你在年线附近买 涨的话呢在两千九百多顶的话呢 你短线也可以抛 那如果呢行情一启动呢你就持股了 谢谢 谢谢两位带来的分析和解答 下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上海演播室 你好季瑜 你好张玲 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指数胶着成交低迷 牛皮是该如何应对 我们的嘉宾李大肖建议拥抱好股票 迎接少年牛 刘月泽认为市场调整临近尾声 把握下跌所带来的机遇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上海 来听听你们的观点和判断 好谢谢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正在交易的市场 看看今天的市场行情的变化 今天早盘我们看到市场呢持续低迷 那么继续延续了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 那么现在的盘面变化是怎样呢 我们看一下主要指数的变化 央视财经50指数现在是涨幅0.41% 商政指数涨幅0.06% 深圳城市的涨幅0.19% 互生300指数涨幅0.32% 中小板指数涨幅0.29% 创业板指数涨幅0.79% 再来观察一下两市的成交量的变化 互市方面现在成交金额是1177.5亿 深市方面成交金额是1594.8亿 市场的情况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今天下午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指数胶着成交低迷牛皮式该如何应对 我们每天会在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上开展随时最佳评选活动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下角随时最佳 选出您心目中的最佳主持人和最佳嘉宾 每天的投票结果 我们将在下午节目的最后揭晓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 昨天A股成交额换手率 双双创阶段新低 27只个股成交额低于一毛股退市喊润 陆家嘴观察 A股新趋势 D两倍后新变化 财经资讯金华 今天的陆家嘴观察 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 A股新趋势 D两倍后性变化 昨天A股依然表现平平 两市成交额大幅度萎缩 只有3355.89亿元 这是本轮回调以来的新低点 较3月8号的1.18万亿元 萎缩了71.6% 统计数据显示 从2月份开始 成交额最低的前10个交易日里 6月份就占了5个 除了成交量之外 A股的换手率也在明显下滑 东方财富全A指数 昨天的换手率仅为0.71% 再创2月份以来的新低 昨天股价最低的退市海润 在一次跌停的情况下 成交额达到407万亿元 居然还领先了另外27只个股 新ST晶态只有209.26万亿 209.26万元的成交额 创下A股的最低点 那么市场成交量和换手率的萎缩 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 顾知义带来的观察 今天的落地观察 我们来关注市场成交量 新低之后的新变化 昨天互生两市成交额 分别为1431亿元和1926亿元 都创出了本轮反弹以来的新低 同时我们看到很多个股的成交 也是非常清淡 比如是退市海润 昨天跌停收于一毛八分钱 成交额为407万元 但我们进一步整理后发现 还有很多个股成交额 竟然比即将退市的海润光伏 更加低迷 昨天去掉刚上市的 两市共有27家公司的成交额 是低于退市海润 最低的5家公司 分别为新号ST晶态 ST明科 ST南化 汉商集团和南京公优 成交额从209万元到271万元不等 看着这些个股的走势 就跟新电图一样 感觉中小投资者 都能影响他们的股价了 而进一步分析这27家公司 其中ST公司就有12家 剩下的15家公司中 适应力为负和高于28倍的 就有9家 只有6家是低于25倍 但也全部都高于17倍 这些低成交量公司的共同点 就是既差或者是高估值 有很多投资者觉得 目前整个市场如此的 成交量和换手力 是不是也意味着 这波调整的底部快要到了 因为技术派向来有一个观点 那就是地量地价 成交量在极度萎缩之后 大家都套住了 也不想卖了 厂外的人也在观望 所以就没有什么成交 股价一般也就到了底部区域 不过在我看来 目前的市场跟以往 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地量地价 它的先决条件 就是假设了公司的股价 在行情好的时候 总能涨起来 不管业绩怎么样 牛市来了 总能涨回来 但是目前的A股市场 是已经有了质的变化 在商交所设立科创版 并试行注册之之后 既差公司壳价值 也就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市场转暖 这些公司的股价也不会再起来 最终的命运就是被边缘化 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就像在港股市场上 几分钱的股票是一抓一大把 但就是没有人去炒作 这在A股市场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但这也很可能就是A股的未来 所以对那些G差股 垃圾股 地量可能就不是地价了 一定要仔细分析 业绩没有好转趋势 是坚决不碰 避免长期套牢或者是亏损 近期A股市场活跃度低迷 成交额和换手率是双双走低 特别是一元左右的低价股猛增 对此投资者怎么来看 来听听上海投资者的看法 以前都是爆炒垃圾股 我觉得以前就是看 那个股票跌到底了 然后量比较小了 跌不下去了 然后稍微放点量 大家就全部跟风进去去炒 现在如果是有这个推市机制在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 是不是更注重一些价值投资 会比较好 被ST之后还有强势推市 其实后面我感觉会越来越严谋 其实这种壳的价值 感觉可能不会那么高了 我觉得这是股市 越来越成熟的一个表现 就是所有的投资者 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 越来越偏价值 好的东西就应该越来越贵 不好的东西就应该 让它沉在那里 很多股价可能还一毛两毛 这很正常 尤其是我觉得在国内 这种越来越分化的市场环境中 而且机构占比越来越高的市场中的话 这种情况出现是正常的 就是资金渐渐地去会回归 认识一些真正好的企业 资金才会去追捧这些企业 而对一些靠过去传统讲故事的 一些没有真正业绩的 靠吹嘘的或者一些其他手段的 这些企业可能渐渐就会被市场所抛弃 不少投资者认为 目前一些成交额和换售率低的个股 大多是ST股或者是业绩较差的个股 而随着市场不断成熟 这样的地量未必是低价 未来资金只会去青睐真正友好业绩的公司 选这种长期业绩比较好的 然后而且整个文化范围比较好的一些企业 还是以业绩为主 目前我觉得国内的一些投资者 可以选择一些自己比较信赖的投资机构 像一些专业的公布基金 我觉得这些是可以把自己的资金去委托给这些机构 去让这些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专注基本面 不要去炒热点 不要去跟风 把财务研究做好 然后把公司跟踪好 下面让我们来联系农营会礼基金公司的刘佩玲 让她帮我们梳理一下相关的数据 好的 主持人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春节之后 A股成交额和换手率的数据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两市的成交额 根据东方财富数据 昨日两市成交额大幅萎缩 只有3355.89亿元 为4月8日创出3288.45点阶段新高之后 回调以来的新低 较3月8日的1.18万亿元萎缩了71.6% 这也是春节之后A股成交额的第二低 最低成交额发生在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月11日 当天成交额为3196.04亿元 此外 A股成交额萎缩并非一日之寒 从春节之后成交额来看 交易额最低的10个交易日 2月有4个 5月有1个 6月有5个 成交额在3666亿元到4223.1亿元之间 我们再来看一看各股的成交量 退市海润是A股最便宜的公司 而且昨天一字板跌停 但是6月17日其仍然有407万元的交易额 这已经超过了新ST金泰 ST明科 ST南化 汉商集团 南京公用等在内的27家A股的公司 这27家A股的公司 昨日的成交额仅在209.3亿元到400.3亿元之间 除了成交量之外 A股的换手率也在明显下滑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 东方财富全A指数 6月17日的换手率为0.71% 再刷春节后换手率的新低 0.71%的换手率 较3月8日的春节后最高换手率 2.61%下降了72.8% A股人气逐渐低迷 但在诸多的疑虑下 是否孕育着新的机会 我们继续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数据挖掘的内容 好 谢谢 下面我们进入网友互动的时间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指数胶着成交低迷 牛皮式该如何应对 我们在演播室 请到的嘉宾是 国员证券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郑明 同时网友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 同步观看节目直播 参与互动 我们在互动平台上 看到很多网友 参与我们今天下午的互动话题 指数胶着成交低迷 牛皮式该如何应对 这位朋友提出来说 很痛苦 垃圾战什么时候能够突破 还有这位朋友说 近期他卖出了白酒 现在应该是分批次 买入了像一些铜业 像一些食品饮料 等等方面的股票 还一位朋友说了 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他说的非常远 空仓及格 清仓良好 半仓优秀 全仓是零分 本来提醒大家 郑女士如何来观察 这个也不一定吧 他说全仓是零分 我想现在这个市场 其实从盘面情况来看 我们发现2820点左右的 那个低点 已经是没有杀跌动能了 也就是说市场跌到 现在的这个份上 向下杀跌动能是不足的 还缺一次反弹 我觉得只有反弹 把上面的缺口给补掉了以后 才有可能进一步的下跌 所以我倒是认为 在短期来看 我们是有可能会发生一次反弹 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市场 就是哪怕是没有成交量的情况下 也不跌了 很多的股票也跌不下去 但是我又发现市场一个现象 就是刚才 什么现象 刚才你们在说的 就包括像ST海润 叫退市海润 它已经跌到一毛多 还在跌 然后还有一大批的ST股票 就是一块钱以下的股票 这个风险特别特别大 就是他们没有成交量 非常的可怕 里面的人根本逃不出来 一直在往下跌 但是大家可能也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发展会 有五只股票上会 审核 但是五只全部都过了 都通货了 对 我仔细看了一下 有些公司可能内部控制 内部的控制和管理 是不太合格的 然后还有些公司 它可能产品的质量 是有问题的 还接到过当地监管局的监管函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公司都已经过会了 这次我们发现 本届的发展会 就比上一届可能过会率更高 上一次可能是6% 70% 这次是90%以上都会过会 然后再加上 我们现在科创板又要发了 科创板要紧密鼓地准备开板了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 其实并没有科创含量的一些公司 都在里面 可能也会上会过会 与此同时 大家一边辛苦发的那么多 一边发完了以后 上市公司跌跌跌下来以后 看又不行了 又变成退市的股票 这个我想大概是市场 没有信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市场也在担心 这个供需双方之间的平衡 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看到刚才你提到 推市海润 现在的价格是0.16元 那么继续是跌停的状态 好 其实我们今天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目前市场 这个指数胶着的状态下 投资者究竟应当 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那么刚才其实 我们刚刚现在 有的投资者认为 现在是要观望 还有些投资者认为 现在持半仓 但是我们看到 也有些机构 现在喊出了什么 要低息的一个良机 现在有可能是一个 跌无可跌 但是有可能在酝酿着一次 横盘之后的大反弹 那么郑云 你站在哪个角度来观察 我觉得反弹是有的 一定会有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就是因为跌不动了 因为现在 在目前的这个价格上 其实只要你不是退市的股票 就是像那个 你刚才说的海润 那些是有问题的股票 除了那些有问题的股票之外 其他股票 其实大家舍不得再杀跌了 在这个低位 已经横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没有成交量 说明大家舍不得杀跌 那么如果没有一次反弹的话 我想是没有杀跌动能的 那么反弹以后 它就拉高了 变成势能 再往下灌的话 就会把2800点贯穿了 所以我想现在的 应该是会有一次反弹 大家不妨再耐心等待一下 会出现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高点 甚至我认为会不排除 把3052点 那个地方有个缺口 会把那个缺口给补掉 补掉完了以后 再向下的时候 再进行减仓 但其实现在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你刚才提到了 补跌还会出现 再一次的补跌的情况 那么如果在下一次 再出现补跌的情况 也就是说打破 目前这个横盘整理的格局了 那么下一次的低点 又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这个就很难说了 到时候再看 反正现在 你说到时候再看 这个到时候是多长时间 先把这个反弹给做了吧 因为现在还不一定 市场就有这个动能 去把这个3052点的缺口给补掉 那我希望它是能够补掉 补掉之后 才显得这个市场 还稍微比较强劲一点 再下来可能会做个双抵押之类的 再有一次探抵 那就结束了 所以我希望这个市场 会把3052点给补掉 但是现在我发现市场 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 什么现象 其实您刚才说的就是基金和机构 都认为要买进 要逢低吸纳 但是这个市场已经完全分化成两个板块了 哪两个板块 一个板块就是抱团股 一个板块就是没有人抱团的股票 大部分的股票是没有人抱团的 但是抱团的股票 包括以贵州茅台为首的白马消费股 我认为都是一些抱团股 然后他们觉得这些板块很安全 那么大家再朝安全的逻辑去考虑的话 你会发现贵州茅台就是抱团白酒 抱完了以后去抱酱油 酱油抱完了以后去抱醋 其实我觉得从整个宏观的情况来看 我们这个消费的增速 其实并没有像想象当中那么好 未来这个上市公司的业绩 也值得令人怀疑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觉得市场不安全怎么办 就去抱一些消费类的股票 其实你刚才的分析中间 也反映了最近一段时间 市场在横盘整理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对 少数的出现了抱团 大多数的股票则是交易清淡 无人问津 对 那么这种情况 很多的机构我们和他交流的时候 他们也认为认同目前这种现象 他们在追寻背后的这个原因 认为可能是信心不足 对 就是没有信心 信心不足 一方面是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趋势不明朗 第二个是对于现在这个企业 无论是被抱团的企业 还是一些被放弃的那些企业 对他们的企业的经营管理 以及企业的未来的业绩成长 大家去 都是心有余 心有余 这个方面是很担忧的 那么从你的观察角度 在这种分化的情况下 还有没有产生交易机会 我是这样想到 如果这个市场是比较理想化的话 我们应该是看到 就是以核心高科技股为主的 这样的主流板块 如果能够出现放量上涨 或者是有大量的资金推入的话 那我相信会带动其整个板块和人气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市场上的一些主流的机构和基金 都是认为我们要做股票 就是要看估值 那当然从估值的情况来看 他们不便宜 就是说他们要等到这个估值降下来 或者说真的很便宜的时候 其实这个高科技 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好的阶段了 然后你才会看到 这个估值是降下来 那现在是初期 所以估值真的是不便宜 但我认为这些股票 如果说将来真的是 有眼光的一些基金和机构 能够去抱团 抱这样的行业发展前景 非常明朗的 就是非常确定的 未来一定能够成长的 这样的公司的话 那这个市场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你的分析中间 我们可以判断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提到确定性 其实现在很多的机构 之所以去抱团一些 我们说业绩确定的 这些传统行业 是因为它确定性非常强 有确定性 而我们所所看到的 高科技等等这些企业 恰恰是因为它未来的成长性 虽然我们能够想象到 但是它的确定性 确实要打问号的 这一点也是很多机构 必之不及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好 我们在下一个环节中间 会和郑明女士继续来 谈讨相关的话题 稍后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是一组快讯 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我们来看一组快讯 周一 纽约商品交易所 原油期货收跌1.14% 爆每桶52.17美元 连跌两天 闯进一周的新地 布伦特原油期货 收跌1.75% 爆每桶59.94美元 由于需求疲软 每银将2019年下半年的 布油价格 预期从每桶68美元 下调至63美元 再来关注 两市两融余额方面的消息 截止到6月17号 上交所方面 两融余额报 5514.18亿元 较前个交易日 减少2.32亿元 深交所方面 两融余额报 3584.82亿元 较前个交易日 增加4.89亿元 两市合计9099亿元 较前个交易日 增加2.57亿元 数据显示 近两周来 北上资金净流入趋势 逐渐回暖 截止到6月17号 北上资金6月 累计近买入A股 257.77亿元 这其中除了6月14号 出现净流出之外 其余9个交易日 均为净流入 最后我们来观察 地产方面的消息 数据显示 2019年以来 拿地过百亿的房企 多达40家 2018年同期是32家 2017年同期是25家 这其中碧桂园 拿地金额高达805亿元 融创为673亿元 万科为525亿元 此外 新城中海绿地 续辉 京地 华润等15家房企 拿地金额均超过200亿元 稍后是网友互动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 继续进入网友互动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互动化 第一是指数胶着 成交低迷 牛逼是该如何应对 网友可以扫描屏幕上的 二维码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 同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 参与互动 我们回到演播室 继续来和国员证券 证明女士来交流 市场的热点问题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有朋友就提出来说 目前我是空仓 什么时候可以进呢 他打了一个问号 也在向专家探寻 另外一位朋友提出 他的策略叫 现在是多看少动 还有一位朋友说了 观察一下 现在的成交量 很低迷的状况 我们要观察的是 恐慌盘如果不杀出来的 这盘长不动的 那么郑女士 你说怎么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市场 现在面临的是有一次反弹 那么既然是要反弹的话 我想恐慌盘在这个地方 也不太会杀出来 因为成交量 我看一下今天应该是最低了吧 这段调整时间以来的 一个最低了 一个低点 基本上应该是地量 见地价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 我们知道 在上一个环节中间 我们讨论 市场已经出现了 比较大的分化走势 少数股票是抱团 机构去主动抱团 另外一部分相当的股票 是成交很低迷 很清淡的 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还会 重复我们过去 所熟悉的这个股市里的规律 地量地价呢 我想这个后面 如果要反弹的话 还是地量地价 这个规律会比较准一点 如果说要造一个 历史性的大底的话 那肯定是要先杀出恐慌盘 才会有一个巨大的 一个向上的拉升 那现在只是一个小反弹而已 所以我想还不必 就马上杀出这个恐慌盘 那么如果说要买股票的话 我倒是觉得也是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有雷很多 就是比那个退市海润 还要低成交量的那么多的股票 有27只股票比它成交量还要低 那就说明市场上的流动性很缺乏 如果买错一个股票 一脚进去就很难再出来 这个地雷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上市公司的质地之后 才能够进行购买 但是上市公司的质地 其实我们要动态来观察 尤其在现在的环境之下 很多上市公司虽然质地好 或者说业绩各方面还有稳定 但是未来究竟会怎么样 会怎么发展 其实我们也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 那就要看行业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已经 现在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 已经有一个伟大的企业 就在我们面前 它不是阿里 不是腾讯 而是华为 所以说如果要买到 像华为这样的公司 它其实是十几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才开的花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点 就是高科技股 这位朋友提到了 不能够给它的估值太高 因为现在他们 现在市场的不确定性 其实还非常多的 那么对于华为 以及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看 在这两天 我们看到华为的官方网站 发布的一些视频 他们那些主要的管理者 也都提出来 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 对于华为的经营和发展 未来两年都可能会调低 他们的发展的速度和目标 那么就这一点而言 我们要放到今天的市场来看 牛批市中 我们产生很大的分化 那么分化我们看到 有网友在互动平台上说 我们要看着是什么 北上资金的动向 北上资金动向 我们在这几个交易 是观察到 北上资金开始不断地留住 比如说打基建 比如说工程建设方面的板块 那么这一点 是不是代表了 某种机构的一个趋向呢 北上资金在我的眼里看来 基本上也是一个大散户的做法 它们一会儿流进 质量大一点的散户 对 它是一会儿流进 一会儿流出 你看多频繁 基本上也是做波段操作 根本就不是所谓的价值投资 应该北上资金 它拿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就拿了一小段时间 然后就抛掉 否则它怎么会进出这么频繁呢 所以如果说 大家要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公司 要多拿几年做长线投资的话 我想不妨还是从公司的基本面去考虑 就是看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然后看这个公司的团队 是不是能够像 当然像任正非这样的人 在全球来看都是非常少的 这个团队的精神 或者是这个掌舵人 它是不是有一个远大的格局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确实是 我们中国的企业发展中间 是确实需要像它这样的一些 领军的人物 但是我们在互动平台上看到 有网友提出了他的问题 他说高科技股很喜欢 但是有可能会出现 就是前途很光明 道路很曲折 为什么呢 因为它面临的市场的风险太巨大了 那么在现代情况下 如果我们紧跟着企业去赚的话 去买股票的话 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能力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极大的挑战 那么他提出一个问题说 其实我们是不是应当观察一下 目前整个大的政策面 宏观政策面的变化 比如说利率的变化 那么有可能会对于 现在的A股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你怎么来观察 利率的话 因为全球的利率 现在大家都在预期是降息 而不是加息了 所以说对股市来说 应该是一个利好 利率的情况应该是整体利好 但是就像刚才这位投资者所说的 我们就是应该从企业角度出发 去买上市公司的股票 如果你从企业角度出发的话 你会发现 从2015年股灾之后 一直到现在 其实有一大批的高科技的股票 它被杀的已经很低了 估值应该算是很便宜了 所以我想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 还是能够挖得出一些牛股的 那么从企业的角度 我们究竟考虑什么呢 是考虑企业的管理层 是考虑企业的技术研发的投入 是考虑企业的交税的能力 还是它的市场的控制能力呢 都要有 首先第一个肯定是看行业 就是你的产品如果是未来 大家都很需要的 那你这个企业才会得到 长足的一个发展 如果你的产品是所谓的 供给侧要切割的 那你说你的产品都卖不出去 或者说越卖越少 我看到互动平台有一个朋友说 你们讨论这个话题 我挺感兴趣 挺有意思的 就是一个企业 我究竟观察它未来的生长性 其实它说我看的是 这个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能不能够出现一个涨价的趋势 如果有涨价的趋势 这个企业其实是值得跟踪去买的 你的观察呢 那也不一定 因为高科技我们知道 像尤其是电子类的产品 都是一个跌价的趋势 但是因为行业它会不断地发展 就是由于你这个 比如说之前是三级四级 现在到了五级 然后产品不断地更新换代 那主要是看这个上市公司的技术 它的技术在整个领域里面 是不是能够占一席之地 尤其是自主研发的技术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就要看它的掌舵人 它的格局是不是够大 是不是有大量的资金 去投入研发 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 所谓的高科技公司 它就是买买买 用高的溢价 去外面收购了一些公司 并进来 然后最后变成商鱼 这个我觉得也是 所以商鱼爆雷 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 对 那么这位投资者提出了 说其实我更看好 这个企业它的资源控制 都嫌疑里面